看标题就知道今天是鬼故事的环节啦 这次制作人阿宝带着Sabrina Misley和炸如上来直播说鬼故事 为了她的朋友们请注意 前方的路有点可怕哦 我自己是那个胆小鬼吧 你是很怕鬼的嘛 不是你是不看鬼戏的 对对 就不听鬼故事也不看鬼戏那种 我是很阴的人来的 在学校啊或者是酒店之前啊 都有遇过这样子 然后去玩也是有遇过 那个毕业旅行啊就真的看到哦 一定会在那边拍全体照的嘛 就是那个门那边 然后用我的相机 然后那时候我的相机 不能setting到连拍还是什么的 他就一按哦 过后我们就上巴士了咯 我就check那个照片 看到那个门的上面 坐着一个穿白色衣服的 就是连拍嘛 他就拍到哦 他坐着飞飞飞飞这样子哦 好飞啊 对他就是坐着过后就飞飞飞飞飞飞 小学的时候啊就很红着叠间的东西嘛 然后我们在课外活动的时候呢 就一般朋友没有东西做 然后就玩哦 就抱着玩的心态哦 我就放手下去 然后过后 你真的动我 然后我们就开始问哦 你现在上来了吗 这样子 请上来了吗 然后他就推到去 YES那边 一开始玩这样子 他是没有东西的 整只要玩到一半啊 我的另外的朋友 他打雨球 打到他眼睛这里整个黑青 他就跑进来跟我们讲 哇我该受伤了 这样子哦 然后我们的手指哦 就全部弹走了 你知道吗 因为玩叠仙啊 是不可以半路这样弹走的 过后哦 那盖子自己飞上来 就我们拿手了 然后他自己飞上来 过后 最诡异的东西就是 桌子啊 我们是四个桌子 粘在一起吧 他倒 四个一起 砰 对 四个一起砰 然后我们就很怕那时候 我们就快点 收东西 然后就要准备回家哦 诶 可是 诶 请问你们有 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就是哦 我的朋友啊 他是可以看到鬼的 然后有一天他朋友 就在客厅看鬼戏 你知道吗 那个鬼也在旁边看 oh my god 那个鬼戏哦 有一个鬼这样 砰出来的时候哦 那个鬼也被吓到 就是 啊 他吓 这种事情 真的很好笑 哈哈哈哈 什么鬼 竟然看鬼戏也会被吓到 我刚刚还在沉浸 那个恐怖的气氛 结果被炸肉这个故事笑死 好啦 不过话说 BC是什么体质啊 遇到的事情也太多了吧 呃 我有很多次梦游 几次很够例是哦 我在窗口那边啦 我的窗口是如果真的开了哦 我就会掉下去了 所以那时候 我就会在窗口那边 给我出去 给我出去 这样子 妈咪 半月习惯是帮我们关电 呃 关那个冷气 所以她那时候刚刚好 来到我们房间关冷气的时候 我就站在窗口旁边 在窗口那边喊 快点喊 你梦游还可以喊 对我梦游着喊 你这两个星期有梦游嘛 你应该会压力吧 比赞 还OK一天 我的 chromatic跟我讲 我会起来拍手 可能是云露字的关系 哈哈哈 我吓死了 我还喜欢拍一下 拍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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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 太棒 好对只是起来拍手 也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啦 如果还看不够这场直播的话 我们星期六还有烧妹上带者 给大家带来直播哦 记得留守干天夜背包的IG啦